里尾王妃美生立的秦光基金会 这几年来是备分了很多中年的民众 李渡主义相为专业的兜兰丸 帮助他们中心回到一项 也将六甲的文化专业和国家律宿 提供给更多的人知道 官员致辞下马 所以说以前的文汝官员要来拜马祖的时候 坐到这里就要下马 对对 兜兰丸是向小朋友解释加过一个律宿以及由来 那日据时代呢 他的阶长就是阵长呢 有建议说这个地方没有大型的开会场所 所以建了这个王爷庙 理化委员王妃美生立秦光文教基金会 20年来都立在六甲观光文化提供 尤其是这两年来用中年里就就专业不专丸 帮助他们中心回到一项 针对我们二度就业的一些乡亲 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培训 最主要是要结合我们的观光 因为我们都知道六甲地区 就是以观光为主 那但是呢过去观光是缺少所谓的这个导览人员 那后来在秦光大力的培育培养之下 现在我们的这个导览人员的这个价位 就到了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水平了 也不至于让来的人为了一个导览员 那开不下去 那因为有这个导览 在参观我们的古迹的一个过程中 你会觉得非常的有感觉 会比你自己走马看花 那会差很多 消费完本是上班族 因为要照顾家里面的死大人 就把工作死掉了 现在才有秦光基金会 在桌回来告一场 其实是在地路港人 所以很想了解路港很多事 那就凭着这股爱路港的这种热情 我们就想刚好有这个机会 那委员给这样的一个环境来辅导我们 在地人了解在地的事 透过这个导览的工作 不可以让事业的人有工作做 还可以将在地文化和孤寂来提供 是非常有意义 新中华新闻 创中青 老杠 财王报道